最近呢有一位粉丝问我35岁学插画还来得及吗 我先说我啊 我也是生完孩子以后开始学的插画啊 也是零基础学的 所以说来得及 对于大多数带孩子的宝妈来说 或者说大学生就像画这种头像的稿子啊 约一个稿大约就是50 40这样子的 然后呢一天可以约个四五个单子 一天呢也就200左右这样子了 假如当你的孩子上了幼儿园是吧 然后呢你一天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画 所以这个头像稿还是可以去接的 其实一天200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对于在四五线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 如果你要是说有一个额外收入的话 这份收入也是很可观的 这仅仅是一个头像稿子的开始 大家如果在画一段头像之后呢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学这个文创的一个作品 文创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啊 文创的话它是一张图 可以授权给多个领域的商家 比如说这张图呢 你可以授权给手机图的商家 也可以呢授权给这个贴纸的商家 包括家访的商家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它是可以授权给不同的领域 有可能你一张图画的好 可以分享给 可以授权给十个不同的领域 那么你就是一千块钱 比如说一张授权是一百 那一张图就可以授权十次 就是一千块钱 所以宝子们只要你不懒啊 在这个头像和这个文创这边呢 你都是可以有收入的 加油哦 by bwd6